今天上午 香港青年科创号卫星成功发射入轨 将开展AI大模型载轨运行等新技术验证 来看报道 9月24号上午10时31分 在山东海洋东方航天港 国星宇航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共同研发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 首次支持的香港青年科创号卫星作为主星 搭乘杰隆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入轨 卫星搭载了高分辨光学摇杆相机和高性能算力赛赫 在实现高分辨率对地摇杆观测的同时 相比一般的摇杆卫星还具备数据载轨智能处理 和星上大模型部署等关键技术和功能 也就是载轨直接利用AI生成三维摇杆数据成像 可为全球低空飞行器提供高精度的三维地图 三维智能管控和三维智能导航服务 也能服务文旅体育影视游戏等数字孪生的商业应用场景 此外它还是国际首科AI大模型科学卫星 入轨后将开展载轨星上AI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等新技术验证 通过这个新上的一个算力载和 我们开展大模型的载轨的推理训练和技术的验证 就为我们现在的天数天算和下一步的地数天算 做好技术的验证和技术的一个积累 请不吝点赞 订阅